大家好 我是Dan 为了在台湾的粉丝见面会 前往台湾的女团Aivu 因为经纪人在台湾机场的杀眼行为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引起争议的片段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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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vu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是媒体 你不可以这样子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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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推媒体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是吧 怎么会有经纪人耍大牌保镖道歉的情况 最傻眼的是 为什么对在电伏梯上的人还那样呢 车员们都在微笑打招呼 那个经纪人自以为是什么似的 不就区区是一个助理经纪人吗 看影片的话会让人搞不懂 为什么要用那么令人反感的语气 手势也非常没有礼貌 那样的话对歌手没有好处啊 真搞不懂为什么那样 那边那个记者背对着他 他还说他挡路了去推他 记者因为不高兴就说了什么 经纪人就在那里大喊要过去躲开 就在之前提言出来的时候 非常顺利的打招呼离开了 但是Aivu那个经纪人直接就推人 用评语要人让路 手势也是非常气愤 不管谁看都会很生气的行为 记者都道歉了还在那里继续说 之前只有大型经纪公司的人 以为自己伺候的是美国总统一样 常常出问题 现在连中小经纪公司也这样 很担心会因为那个经纪人 在台湾会说韩国小看台湾 到海外的话 为了自家歌手的形象也不能乱行动 这人真不能在演艺圈工作 这也像在精品店工作的话 就以为自己是精品的人一样 那家伙也自以为成了什么一样 太好笑了 典型的没出息的闹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经验 就是朋友或者是家人跟别人吵架的话 那种大喊声会让人心跳很快 特别紧张的那种感觉 今天这个经纪人 他怎么都不想想他在那里用航文狗叫的话 被影响到情绪的是不懂航文的台湾记者们 还是身为航母人的挨捕成员们呢 真正为自家一人着想的人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 今天不管记者有没有挡道路 这态度明显就是错的 而且最让人上火丢脸羞耻的是 竟然还使用韩文评语 别忘了到了国外 你的行为就是代表了你的国家 更何况说白了 今天你还是去赚别人的钱还这样耍大牌 这像话吗 只是希望拜托大家不要以偏概缺 这就是这个人的素质 走到哪里都会那样的 而且真的大部分韩国网友们 对他的行为也都感到很丢脸 最后也希望不要上升到哀捕成员们 说真的今天他们也是受害者 好久不见了